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今天跟你聊的 吃 吃鱼 我喜欢吃各样不同的鱼 但是有一个原则 刺越多我越喜欢 我觉得为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自己在考验自己 觉得我应该吃苦 应该什么 包括吃那个鱼刺 大家觉得哎呦 刺太多了 我在想 他如果说刺太多了 他不喜欢的话 那我就要吃刺太多了 我就这样 最后变成习惯了 后来看了一本书 那个日本的作家 这个传端康城写的秋刀鱼 开始喜欢吃秋刀鱼 到这个日本料理 我看他在烤 我看他在烤 在那弄 我就在想 他就将来是我嘴上的 嘴里的食物 就在看着 看他撒盐 到了我这儿了 我就慢慢吃 这一条鱼啊 简单的来说 从头到尾 你说我最喜欢吃什么 不管任何鱼 我最喜欢的是吃鱼头 但是我反过来吃 我从鱼尾那儿慢慢的吃 有人说啊 应该吃这个最丰富的 鱼肚的那个地方 鱼的下腹 哎 从这就吃肉多 我不 我就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就这么吃 哎 就把那个刺啊 一点点 我吃到最后 剩下鱼头了 秋刀鱼的鱼头 没什么好吃的 最后啊 我把它拿筷子拿起来 它仍然是一条鱼 只是全是骨头 全是那个鱼 鱼刺骨头 我就觉得很好玩 生活中间呢 就是趣味 把很多的事情 比如人家不喜欢的 可是你面对了 你该怎么办 你喜欢 你不但要面对 而且你要喜欢它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头 让你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将来遇到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压力 或者有一些 猛然间碰到的事情的时候 你便于应付 就这样子 哎 一点一点吃 一点点吃 最后就把一条鱼吃完了 拿起来 你看 还是像一条鱼 但是旁边都是鱼的骨头 你看多好玩啊 生活就是趣味 我也是 小鱼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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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